一般来说军队是每一个国家的主要过战力量 其也会根据不同战略需要分为很多种类 而且在军队也会因为需要面对未来各种不同的状况 指定不同的应对方案 比如我国就有四个等级的战备状态 由于有这些不同的战备等级出现 所以延伸出了各种战备状态 所相应的应对方法 一级战备是最高级的 也是最让人紧着一种警戒状态 当一个军队真的进入了级战备状态 那么就说明这个国家将要面临一场很大的战争 那中国若是一旦进入了一级战备 爆发的战斗力将会有多强呢 英国专家表示大国无可比比 事实上在各国的历史上 或多或少都进入过一级战备状态 当年爆发中越战争 也让我国进入过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 从而来面对外部的攻击 当一国军队开启这样战备时 就一直已经向外界说明 这个局势处于裂端 并且是在失控的边缘 还有可能引发很多十分恶劣的后果 当进入一级战备之后 我国首先会对军队的全部军事人员 进行集中军事训练 无论是在现役的军员 还是已经退役的军员 全部都会被重新号召回军队 而且在军队里 作为指挥官的人 必须24小时都要待在军队 这时军队里所有的武器都会开始装备药 无论是大型的坦克装甲 还是各种军事飞机或者手枪等武器 都会陆陆续续的背上相应的弹药 都将进入随时待命之势 国家在这个时刻 还会对战争等能涉及到的区域 进行军营的疏散 同时也会在这个时候 对很多对外港口进行快速封锁 我国的海洋区域也不再允许任何国家船通过 事实上 在这样的一种军事戒备状态下 最需要的还是军同心 一同对抗外地 从而达到胜利 这个时候很多的资源 就会优先考虑给军队 也浪费很多时间 在军事装备或者是武器运输方面 面对如此无心可接的准备 揚怪英国军事专发的大国 无得匹敌的观点了 也是很正确观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